《非诚勿扰》 阳华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还打扰你 没事 怎么了 你 对皇少爷是不是很信任 他是我一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和秦兄妹一样 那你是不是很了解他 你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如果说 皇少爷做出什么 对不起你和郡主的事 你会怎么处理 对不起我 对不起姑姑 难道 和表哥的死有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先听我说 当时 当时日本人 用端康少爷来威胁我们 我们怕伤害他 就没有追下去 这个时候 皇少爷突然出现 为了不受日本人的要挟 皇少爷射死了端康 当时情况紧急 我们没办法救他 镖局的人 都知道吗 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要帮着他骗我 哥哥 先冷静一下 如果这件事去闹他 火影响我们寻标的 何况 这件事也是你们的家事 我们实在不便插手 不 不行 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 不能去啊 你不能去 他都可以不过亲情的 杀了端康少爷 你现在去找他 何况你又知道这么多 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安慰 不可能 他不会这样的 千惠 这么晚了 你在干什么 随便聊聊罢了 哥哥 您自己小心一点 我先告辞了 千惠 这不是安平的那个标师吗 这么晚了孤男寡女 这不是安平的那个标师吗 成何体统 随便聊聊罢了 哥哥 你来 有什么事吗 好 我在想 你一个人处理端康的丧事 会不会太辛苦了 来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帮你的 我应付他来 哥哥还是安心追标吧 千惠 咱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你对我是不是太冷淡了 姑姑说 他做梦梦到表哥 仲剑站在树林里 说他死得很惨 要姑姑帮他报仇 上海端康的日本人 都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我想端康应该可以瞑目了 可姑姑坚持说表哥死得很惨 他都哭醒几回了 我明白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想等这件事情过去了 把他带到杭州 换个环境 他就不会再做噩梦了 但愿早日结束这场噩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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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刚才说的 你们分头去找 是 走 走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知道他太多了 也泄露的太多了 我不能再留你 可是珍宝还没有找到 你还不能杀我 你们少主也不会答应他 饶了我 少主要的是珍宝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去地府和你的儿子做伴吧 他是日本人 他是内奸 刚才他还想杀我灭口呢 贾秀 平日里你不声不响 真是没有想到是你 二弟 你怎么怀疑到是他的 这趟标 只有江秀和杨华是新人 其余的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自然 不可能是内奸 是啊 阿华在鬼宅的时候还救过爹 又舍命护标 自然也不可能是他了 说的没错 所以二弟呢 才叫我暗中保护郡主 想不到 果然被我逮个正着 好 嘉秀 快说 谁支持你的 要杀便杀 你们中国人废话真多 你才废话 师父 这个小子骨头很硬 您看要不要 把他关起来 慢慢审问 好 老弟 那小子还老是吗 还错了 好半天没动点 是吗 我看看 你来这儿干吗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刚才啊 看见村里了 有一户人家的猪尸盆 是个老姑娘 都是平朝官邀的 你是旁家人 你跟我去一趟 看一眼马上就回来 好 走 坐去坐回 来 师父过人猜对了 这小子真跑不来 别说了 快跟上 你赶紧通知师父 快啊 太好了 你们在这里监视他们 是 是 舍长 我被他们发现了 笨蛋 是 属下无脑 属下愿意欺负自尽 算了 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这里 想走 没那么简单 杀了他 哈 算 死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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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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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么多宝贝 看得我眼晕哪 有吗 可不吗 阿华 多亏你了 一样不赏 完好无损 多谢大掌柜 哥哥 安平标局正式交标 如果你点授清楚 那这趟标就到此为止 大掌柜辛苦了 这一路多亏了大掌柜 和各位的一路照顾 多客气 哥哥 我要随标队回去了 就不远凶了 你要保重 没事 这里离杭州不远了 就不必劳烦了 你回天津的路上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再请我们护标 一定 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 为哥哥笑容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愿不愿意来王府做事啊 我是真心希望能天天看到你 你有更好的发展 是这样 我还想在标局里 多学一些东西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既然如此 我就不勉强了 天慧 时候不早了 该上路了 哦 马上就来 你都叫保重 你也是 哥哥哥 等我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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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对你说 啊 预标师有什么事吗 我愿意跟你走 去王府 住个护院 做个打手 都行 哦 这 大聪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被你高贵的气质 和高雅的谈吐所折服 你在我的心里 就像 一包炸药 碰的一声 点燃了我所有的热情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是你可以把我带走 去你那儿做牛做马都行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哦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把你在杭州的地址给我 我让我娘去找一人 去你那里提亲 这倒不是事 呃 你少在那里纠缠不休啊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几斤几两 我就一百多斤呗 格格你喜欢胖子还是瘦的 你再胡说八道试试 我和格格聊天你还急眼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格格我会去找你的 千惠我们走吧 哦 好 好 好 师母 大师兄 好 彪队就要出发了 你们收拾得怎么样了 好了好了 都在这儿 我来拿 给我 小心啊 剩下的我一会儿过来拿 好 程月这孩子还真是能干 大事小事都打点得这么好 将来谁要是能够嫁给他呀 可真是一辈子享福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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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зможно 孤雁咩阁阁 隔阁阁阁 都平身吧 谢阁阁阁 王爷 guaranteed 王爷吉祥 王爷吉祥 先会给阿玛请安 阿玛吉祥 起来吧 谢王爷 这一路上运送珍宝 遇到了不少波折 不过好在有情无险 没有辜负阿玛的托付 嗯 完好无存 一件不少 于建平倒也算是尽力 总算没有找错人 只是鬼宅那里 让你受惊了 您都知道了 我要是早一不知道 定会烧毁鬼宅 铲平鬼市 让阿玛担忧了 不过好在女儿并无损伤啊 嗯 大哥 端康往生 我这个舅舅也很难过 不过死者已已 你还是节哀顺便 顾好自己的身子为重 我真想跟他一起去了 路上辛苦 你还是先休息吧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嗯 蒙古的消息我已经收到 终于说服那些旧布王公 和我们一同起事 英杰 要光复大清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以你的才干 大有可为啊 海儿定当竭力效忠于义父 你们几个啊 把马拉过去 好 把腹部都卸了啊 好 快点儿 卸活 走走走 大掌柜 总彪头 接风酒席啊 我都准备好了 余大掌柜 好久没了啊 没办法 来杭州了 那好 我啊 幽局开不下去了 这不 开了个货运行 这四个轮子快过两条腿 哎呀 这不敢啊 是跟不上这时代了 小昊今天开张 您也过来喝几杯 哦 不用客气啊 改天啊 我一定来拜访你 哦 那 我告辞了啊 嗯 大掌柜 我们走 请 好 阿玛 您快尝一尝 这个很香的 快尝尝啊 怎么样 四字还好 但味道远不及雨前龙井啊 杨人的冬季终究比不过我们的 可就是这小小一盒茶叶啊 在伦敦的百货公司 售价已经超过一银磅了 而每年售出的茶叶更是数量庞大 给英国的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呢 嗯 杨人就是仗着船间炮利 就以为自己啊高人一等啊 女儿刚到大不列颠时也是如此想吧 但是几年来的尔文目睹 已经改变了这个观点了 你不是也要学康有为梁启超 搞什么变法吧 阿玛 世界已经和过去不同了 英纪立法兰西欧洲处处都在变革 传统帝国也在推行君主力限制 成立国会和议院 一人独大坐拥天下已经行不通了 嗯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一半 不管终点在哪里 我一定会继续走下去 可这条路还要走多久 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才刚刚开始 表哥就已经惨死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根本都不敢想象 端康过世我很难过 就当他为国捐躯吧 以后复国成功 我会追封他的 可表哥根本不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他是被哥哥亲手杀死的 浅辉 你说清楚 怎么回事啊 你说呀 你说呀 千惠 你别瞒我 千惠 你别瞒我 你说 日本人拿表哥来威胁哥哥 哥哥就开宫 射死了表哥 姑姑 姑姑 舅主 妹妹 姑姑 姑姑 舅主 姑姑 姑姑 姓鲸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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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鲸 姑姑 姓鲸 孩儿才出此下作 你 还我康儿性命 亏你从小和他一起读书骑马 你怎么下大量这个手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 畜生 大哥 虽然他是你的养子 可康儿是你的嫡妻脉手 王英吉 他不能这么做呀 大哥 我就康儿这么一个儿子 不能让他这么冤死 你一定要为他报仇 你追随我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眼下正是用人之计 我暂且留你一命 但端康之死 你务必要给郡主一个交代 哼 不行 康儿死得太惨了 康儿死得太惨了 他才挨意的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他长命 一命第一命 那我问你 你勾结日本人绑架千惠 算计我的珍宝 这笔账又该如何算 你不可不得了 端康是你的独身爱子 千惠有何尝不是我的掌上名著 端康出事 你大可可以跟我商量 你偷王府珍宝在先 勾结外人绑架千惠在后 钱财是小事 万一千惠有什么闪失 你又如何给我一个交代 八哥 既然我们都是为人父母 你应该体谅我的心情 你一离开天津 就是这么多年 撇下我们母子不管 我们原水救不了近火 你让我一口负打人家怎么办 这笔珍宝 关系到祖宗基业大情更甚 你身为皇族 就该懂得是非轻重 还好这次有惊无险 否则你就是大清的罪人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大清已经完了 你没有机会复国了 你 古哥 阿玛 公公 哥官 这货运行啊 一不用标诗 二不用路语 装得多跑得快 标局三天的路长 我半天就到了 你看看啊 这收钱还比标局便宜 你算算 也是啊 网东的货运行 早就用轮船运货了 而且他们水路齐发 早就赚了大钱 房子都盖了好几栋 我想我们这边 早晚也应该会这样的 小伙子啊 你聪明 现在杭州 开货运行的人很少 我算是占了个先机啊 现在生意好得是不得了啊 来 来我这帮忙怎么样 林老板 您可真不厚道啊 当年你在标函 混不下去的时候 我爹可没少帮你啊 你倒好 转了开了货运行 来抢我们安平的生意 现在还来挖墙脚了 你懂不懂得 修字怎么写啊 大小姐啊 几年不见还是这个脾气啊 你以后怎么找婆家啊 你 关你什么事啊 阿华 我们走 不好意思 我说 其实林老板说得也没错啊 你嫌我不为人就直说嘛 干嘛拐弯抹脚的 不是啊 你听我说啊 现在火车和轮船越来越多 这样赶马车走标 我想早晚都会被淘汰的 是不是应该跟师傅说一说 你说我们也买了卡车 要不就买个货轮 我想生意肯定比他们好 对了 找机会 跟师傅好好聊聊 对了 来 来 爸爸 你的伤怎么样了 多谢义父关心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你这孩子从小就这么倔强 孩儿做错事 理当受罚 不敢多事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有错啊 那刚才 大丈夫出事 当布局小结 如果是我身处当时的情景 也会这么做 不过郡主啊 毕竟是我的手足至亲 我不得不给她一个交代 孩儿明白 孩儿理解义父的苦心 前辉虽然聪明过人 但性格太过软弱 万一她知道真相 一定会难以接受 孩儿也是怕妹妹多想 才瞒着她的 理当如此 当年我也是对她隐瞒了 珍宝的来历 说珍宝是太后的赏赐 她才敢帮我运出紫禁城 幸好当时妹妹得到太后的信任 义父计划周全才能将珍宝运出 不然早就落在袁世凯手里 不仅复国无王 还愧对列祖列宗 这次又是经历了重重波折 才运到杭州 所以更要谨慎小心 大事未成之前 不能出半点差错 孩儿明白 大掌柜 劫封宴都准备好了 就等您一个人了 丁掌柜 我找遍所有的账簿 只有去年的 今年的哪儿去了 你有事瞒着我 大掌柜 您误会了 今年的账簿 我让账房先生带到宁波去了 为什么要带去宁波 宁波昌元票号的老板 愿意低息借钱给咱们周转 不过要求先了解咱们的经营状况 所以我就派账房先生 带账簿去了宁波 荒唐 我们标局的账簿 岂能随便给外人看 你每次写信来 都说分号的生意很好 丁掌柜 你跟我说 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大掌柜 其实我真的没有瞒你 以前的生意确实很好 可现在有了货运行 人家都用轮船火车汽车运货 我们想要拉生意 也就要一再降价 所以利润也是一降再降 差不多现在是赔本赚吆喝了 我要是不借钱 这分号真的很难维持下去了 为什么 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才说 二弟啊 丁掌柜你说 这是标局的机密 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大家要是知道了 哪还要心情做事啊 我本来想等大家都安顿好了 我再跟您详细回报 这没想到大掌柜您这么心急 现在就要看账簿啊 账房什么时候回来 按照路程 估计明天会回来吧 好 明天中午 等账房一回来 你就把所有的账簿都要拿给我看 丁掌柜 你去安排 这 宗彪导 这 别急别急 这个账面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倒不会有问题 我都做好了 行 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放心吧 你没看到美女 明明好美啊 阿华 你来过横桌吧以前 这蒋男真是处美女呀 这一个个的 你走 长得多寸呢 你看看 你那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知道吗 收起 至于这么严肃吗 大师兄 我就是看良眼小贵女 你放心 我这个呀 串皮不入内 吃东西我不过信 看美女我不过信 看美女我不过信 师父早就说过 我再重复一遍 做咱们这一行的 不入青楼 不入赌场 免得惹是生非 不想挨骂的话 就都老实一点 这 听明白了吗 大师兄 大师兄 你这话也太根了 你一说我看美女 和入青楼有妈关系 少废话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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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女儿 身长腿短 跳舞一定不好看 好 好 你看这个 他们那么多分 起脸之后肯定没法看 好 这个夸张 眼大嘴也大 吃相一定很丑 不行不行 行行 说得头头是道 我看 这种事情啊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 那是 官场浪子 百步流行 你说你要是到了翠云楼 或者是怡红阁 会怎么样 楼上楼下 步步流行 只有你的 那是 天津各大妓院 没有小爷我没去过的地方 只要是来了新姑娘 都要请我喝花酒 你说 我有没有面子 那杭州的机缘呢 杭州 杭州我还真没来过 真不知道这江南家里的滋味 是什么样啊 所以我这心里痒痒呢 你懂吗 我怎么会懂啊 你怎么能不懂呢 你俩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真烦 我什么都没说啊 阿华 别跟他扯 咱们走 给他一起歇索歇索呗 美女啊 等等我 美女 等等我 美女 等等我 干嘛 干嘛 嘴谁呢 我告诉你阿华 你可不准跟我哥学坏了 我没学坏了 我刚才看亮眼你就赎了我一顿 这 这你没法呀 别多管 干嘛 这干嘛了 这干嘛了 不准啊 哎 喂 等等我 快等等我呀 谢谢 喂 哎呀站住 干什么的 我找刚才进去的姑娘 啊 啊 一云啊 一云 好名字 哎 我看你是不懂规矩吧 哎 瞧不起人是吧 野物有钱 我给你钱 哎哎 这里是海上花 我们韩老板早就有规定 任你再有钱 这日间也束不接待 入夜后才准进 天黑了再来吧 不是 什么海上花路上草的 不就是个妓院嘛 哪有妓院奉着生意不做的道理 是不是 我给你钱也给他钱 哎哎 哎 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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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号的生意果然不错 比前两年的收益好了很多 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杭州市向来富庶 很多商户呢 都请安平分号来作店护院 特别是洋行的周饼 更是长期客户 月节的标利都很可观啊 既然如此 宁波票号的借贷就免了吧 跟人借钱总归不踏实 还有账房帮我调动一笔钱 二弟 那你何时用钱呢 这次南下 咱们标局的标师伤亡不少 我想分发些给标师的家属 我看今年分号的生意不错 也该提一部分花红 分给分号的伙计和标师 没什么了 你们帮我去安排一下吧 好 可是大掌柜 现在柜上没有太多现眼 这笔钱怕是发不出来啊 为什么 账面上明明是盈利 怎么会没钱呢 是这样 周炳呢 他已经拖欠三个月的标利 因为他是长期大客户 我碍于面子就没有追逃 所以现在分号 一直在靠其他商家的标利 在维持运转 这样一来啊 他一欠款 怕是我们柜上的现银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 有没有搞错啊 为什么破坏行规啊 我们的行规是 标利不得拖欠 你为什么要破坏呢 这周炳啊 是长期大客户 我就是碍于面子 就没有追着要钱 这样 大掌柜您放心 我这几天就尽快地要回标利 二弟啊 对大客户嘛 还是要宽容一些 何气生财嘛 这种事只能偶然为之 常发洋行这件事 你快点去解决 我一定抓紧时间处理 师父 爹短柜 这儿有封请天 我下去了 谁请客 周炳今晚要请客 希望大掌柜赏光 这是什么人啊 没钱还债倒有钱请客 各位各位 欢迎大家光临 小弟十分的荣幸 今天非常高兴的是 请来了明镇华北武林 御赐十二金钱标 天津安平标局的大掌柜 余建平 余大掌柜 大家欢迎 我们敬他一杯 好 大家慢慢喝啊 来 倒酒 对了 周老板 贵宝号下月 是否还要安平标局做店护院呢 这是自然 那标例方面 标单已经签好了 当然是照旧了 这个 丁掌柜啊 你是知道的啊 没错 这件事情 我会跟大掌柜解释 对了 这样吧 几位慢慢喝 我先去招呼下其他的客人 请 金门不是满 他是天都口 前生还受欢 他今时何别了 天都口 天都口 高借深陷了不高 宝刺花白莲 马花变不少 天都口 喜飘来天上几标 喜飘来天上几标 照醉对着天 醉醉对着天 醉了你也应该高 天都口 高借深陷老不高 宝刺花白莲 舍过瘟 年之夜 うこと 明天就口 是爱的 我知的 前生有可能 千万之超 ordum 到高借 可爱的 不高借 你也应该高 湯 上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